大小没有变 什么大小形状都没变 什么都没变 说明它没事 说明它还是个走牛 两个可能性 第一个长期不变化 第一个它本来就是良性的 它也不会变 第二个有可能是什么原味癌 什么这类的 它也是长期不变 不会像火山一样 不会像火山一样 它不会突然变的 所以它要变也是慢慢的变 是一个过程的变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为什么让你说半年船 是一年船 它就是摸到了它的规律 你已经前面 比如说两年都没变 它要变也不可能 突然一下就火山 像你说的火山爆发 一下就长得成了 它不会的 前半别体退的时候 它来退 别的 他说好像那个医生科说 他说幼上背有一个三毫米的 看一下啊 幼上背有个三毫米的 三毫米的别管它 幼上背是有的 真的可以不管 三毫米管它干啥 我现在有个问题 我妈就是87岁了 就是肺癌 突然发现这三个月 那现在就是我妈有这种基因 就是有这样子的 我就很后悔 就是我到时发现 一直觉得我们家族没有这种事情 但是因为我外婆都就是那时候战乱的时候 七十多岁就过世了 就没活到这样年龄 所以我一直觉得我们家族没这个事情 也没有叫我妈去捡 如果那时候我有这种意识叫她去捡 看这里还有这些结枝也没变 难过都没变 那是实性啊 也是不是这个是萝卜梨 看到吗 这里也有个萝卜梨 这也没变化 这里旁边不是说有一个那时候很大了 然后你又说它消掉了 那时候影像说我马上要做手术 你那时候说没问题了 后来隔了半年就没有 消掉了就不怕了 那个就是炎症肯定是吧 对对对 这个是多大 这个是三四毫米 目前有几个了天哪 你管他几个了 大的都没事 小的更没事了 这道就是你说 对刚才给你看 有谁管的又怎么 对啊 所以也不会考虑手术 什么都不需要 就是这个 可能因为我妈 我就说是不是找你跟我把它做了 因为我妈这样情况 我又有点 就是说了 你考虑你妈 然后考虑你是吧 对 你这个都不变 你管他什么呢 跟你妈 我妈这样子 我20年以后像他这样子 30年 男人不知道他80多了呀 他也有可能老年人 本身年龄高龄的人 他就也是容易长肿瘤的 那我这样子帮他 那你觉得是说 不管他吗 怎么不管呢 检查就是定期检查 那我下次的话是一年 我每半年又搞一次CT 会不会没事造出事来啊 不会啊 两次CT不会造出来事啊 这种事实际上 实际上 最后 看